台中市坦雅神绿源道 是台中知名的自行车专用道 为了维护行人安全 以及自行车骑士用路权益 针对4.9公里到5.2公里 增设了两座人行景观桥 梦幻粉色系十分抢眼 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也让人车分道的安全性大大提升 粉色与白色相间的栏杆 色彩鲜明 民众能够自在的走在这个步道 享受鸟语花香 这里是为在台亚神绿源道 而这座公粉景观桥 成了当地的新地标 我们今年有特别 针对台亚神绿源道的4.9K到5.2K的南侧 我们增设了两座人行的景观桥 那我们把它命名为公粉一桥跟公粉二桥 那目前串接的这个人行车道呢 我们目前可以优化整个环境的友善空间 那它目前很梦幻的粉红色的配色 非常的柔和 而且非常的抢眼 已经有不少的游客来我们这边行走 已经成为目前绿源道最夯的景点 坦亚神绿源道是台中知名自行车专用道 每年吸引约有400万游客到访 不过行人与自行车者一直都没有分到显向还生 官旅局就针对4.9K至5.2K南侧 编列1500万增设两座人行景观桥 分别为公粉一桥及二桥 粉白相间扶手加上新铺设好的地面 搭配着一旁的树木遮蔭 走起来梦幻至极 再串接东西两侧人行步道 让民众能够安心的散步 傍晚就是会有很多亲子 就是全家会骑脚车在那边玩 当然那时候你如果说避开这个车潮 我们就走这边会比较安全一点 安全性也比较多 因为假日的话脚车非常多 那我们走路人就比较危险 因为有时候一些外劳有电动车 那根本听不到声音 那撞到的话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非常感谢市政府 能够有多造了两边的桥这样子 这两座路桥已在三月底竣工 目前已开放通行 不仅为在行走的民众增添了便利性 也让当地有了新的观光地标 这一段时间就会发展出了点资料 因为我们下词就会发展出了一个 然后呢 我们下词就会发展出了点资料 可以发展出了点资料